有賣聖經嗎? 哦,有啊! 在右邊第二排架子上哦! 好,謝謝! 我是一位膚淺的男生? 至少我的10檔都是這樣子說我的 我的眼光很高 沒有一位10檔的女朋友沒被我批評過 你看,你看那個湖邊那個男人 長成這副德性 竟然叫得到女朋友 太不可思議了 不不不,女的才是重點 看他長的這副德性還會有人要 高二那年,我認識了一位女孩 她長的並不是我夢寐以求的那一類型 但她獨特的氣質 卻深深地吸引著我 她改變了我的想法 也改變了我的人生 之後的高中生涯 我們總是相約一起去念書 我是一位不愛讀書的痞子 但為了和她討論功課 至少也要擠得出有深度的問題 假裝自己有在念書 放學後 與她在一起讀書的時光 總是過得很快 每一次讀書後 我們總是會一起踏著愛的步伐 到7-11 my 王子面 每天送她回家後 我期待的就是隔天放學的來臨 我們幾乎成了無所不談的好朋友 但是有一陣子 她突然消失了 過了一段時間 她又出現了 很高興地對我說 告訴你喔 我交了一個好朋友 認識她以後啊 只要我心情不好 或者是遇到麻煩的時候 我第一個 就想要找她訴苦耶 而且她真的 真的會幫我處理喔 一想到她呀 就讓我快樂 喔 聽完我的心涼了一半 糟糕 怎麼會這樣 那我不就沒希望了 我心想 正想開口問那個她是誰 她就一副得意地說 瞧你不緊張的樣子 我說的那個她 叫做耶穌 希望有一天 你也能夠認識她喔 之後的日子 她總是不經意地提起 耶穌對她的愛 而我總是敷衍地點頭 但是聽久了 也對耶穌有了些許的認識 好像是說 呃 她很愛我們 為了我們 甚至還被釘在十字架上 至於其他的 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高三一整年的記憶 就只有在放學後 短短的 與她相處的那幾個小時 我總是夢想著 我們能上同一所大學 可是 事實 總是夢想的終點 放榜的那一天 也是我落榜的同一天 我決定從好 而她 卻隨家人一起移民到加拿大 對我來說 這真的是晴天霹靂 霹靂晴天 雪上加霜 霜上加雪 雪上加雪 霜上加霜 我把我會的成語都用上了 卻還不能形容我心中的痛 她出國的前一天晚上 打電話給我 對於這樣的分離 我極度不捨 卻又故作堅強 嘿 到了那邊 人生地不熟 要好好的照顧自己啊 沒事的話 再打個電話過來就好了 嘴巴雖然這樣說 心裡卻希望每天都能聽到她的聲音 沒問題啊 你也是喔 不要太難過 我們還是可以保持聯絡啊 你唸書唸不下 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記得耶穌隨時都在你身旁 就算我不在你的旁邊 但是耶穌是我們共同的朋友啊 他會一直一直關心著你 和我的每一天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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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路過的每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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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路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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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過十年 就這樣 我們就這樣 分隔在地球的兩端 互相思念著彼此 一開始 三天一封信 五天一電話 他的文字 他的聲音 是我枯燥乏味的重考日子裡 唯一的娛樂 這樣的日子過了三個月 漸漸的 五天一封信 十天一電話 我安慰自己 他可能比較忙吧 但是 情況卻越來越糟 有時候一個月 才收到短短的一兩行字 我過得很好 不要擔心 要好好加油 打電話去 他父母總說 他不在 心情好的時候 我就想 他還是想我的 可能真的沒有時間寫信 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就想 他該不會在那裡 又交了新朋友 有了新朋友 就忘了舊朋友 想他的時候 我只好念書 不念書的時候 只好想他 但是我仍然抱持著希望 每天回家 都先打開電腦收信 每天失望 卻又每天盼望 直到有一天 螢幕上出現一行字 以後不能再寫信給你了 原諒我 雖然早有心理準備 但一時還是無法接受 不可能 不可能 他不會這麼覺醒 下面一定還有解釋 花鼠往下拉 拉到最下面 卻是一片空白 不 他一定有第二封解釋的信 沒有寄成功 電腦有問題 朋友都說我只是在騙自己 但是 我如果不騙自己 我只好接受事實 但我清楚的知道 現在的我 很脆弱 承受不了事實所帶來的傷害 我只好不斷騙自己 一直到聯考的前一天 我還在期盼他會打電話來 給我加油 但卻只有失望 陪伴我入睡 考完的隔天 我上了飛機 直飛加拿大 下了飛機 按著柱子 找到了他家 思考了好久 假想他會來開門 會是怎麼樣的情景 第一次 第一次感覺到 原來按電鈴 這樣簡單的動作 需要很大的勇氣 門開了 門後的人 卻不是他 嗯 伯母你好 我 伯母愣了一下 你怎麼自己跑來了呢 先進來坐吧 他家很漂亮 但我 卻無心觀賞 我知道你要來找他 但是 對不起 伯母可能要讓你失望了 伯母的語氣 透露出些許不祥的預感 他從小就有心臟方面的疾病 一直在觀察中 去年來到加拿大 不曉得怎麼回事 就 就 就這樣走了 伯母聲音哽咽的說不出話來 而我卻聽到我的內心在呐喊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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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我不懂 過了一陣子 伯母比較冷靜之後 不好意思 我真的太想他了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那 那 那他走以前有沒有 有沒有告訴你說什麼 嗯 哦 對了 他好像有一個東西說 如果 有一天 你真的來找他 叫我交給你 我用 顫抖的雙手 打開那封信 第一次感覺到 打開一封信 這樣簡單的動作 需要很大的意志力 但是我確定 他寫這封信的時候 一定用了很多的眼淚 才用力讀完第一行 我再也忍不住 這些日子以來 對他的思念 淚水如絕體般 一發不可收拾 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 就表示我已經走了 你一定很氣我 為什麼不告訴你 我要你知道 我也是掙扎了好久 才決定這麼做的 為了讓你 能夠專心的念書 考上了大學 完成我們的夢想 原諒我 好嗎 換作是你 你一定也會做相同的決定 不是嗎 答應我一件事情 好嗎 去認識 就是我曾經跟你提起過的 那一個朋友 耶穌 我知道你之前一直敷衍我 但是這一次 可不可以認真的答應我 耶穌是我們共同的朋友 一輩子的朋友 想我的時候 就跟他說說話吧 他是一個很會安慰人的朋友 沒有一個朋友 像他這樣愛我們 他因為心疼我 捨不得我的心 一直在痛 所以接我去一個更美好的地方 屬於我的舞台已經擅長了 但屬於你的人生 還是得繼續 飯還是要吃 叫還是要睡 課還是要上 時間久了 你就會忘了我 但是 只要我知道 你一直有著耶穌 我就能放心 我不能再寫了 或是說要休息了 保重 乖 乖 不要哭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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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 有沒有 一直涌出灼热的议题 隐约好像听见她的神音 记得耶稣随时都在你身旁 就算我不在你的旁边 但是耶稣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啊 他会一直一直关心着你和我的每一天 当你寂寞的时候 当你难过的时候 当你害怕的时候 当你失望的时候 想找谁说 三天之后 我飞回台湾 当你失望的时候 当你无助的时候 当你需要的时候 当你丢掉的时候 想找谁说 小姐请问一下有卖圣经吗 哦有啊 在右边第二排架子上哦 好谢谢 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会想 如果我能够早一点认识耶稣 也许他就不用如此 费心地交代我了 也许 我们就能一起分享 主耶稣的爱 虽然如此 我仍要感谢 感谢耶稣 赐给我一位这么好的天使 也感谢这位天使 因为他 我得以认识这么好的一位朋友 耶稣 他说也说 让他安慰你心中的痛 想通过速的电话 因为这世上只有 我会让你开返的天使 在内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